前行政院長同時也是今年參選新北市長的蘇貞昌 17號現身在新竹長和宮和新竹市長林志堅 立委柯建民等人共同上香祈福 身為參選人也擔負著輔選工作 第一站就來到新竹市為林志堅加油打氣 特別到新竹來 一方面我們希望大家看見林志堅市長的政績 希望讓新竹市的選情全能打往後 希望有一個林志堅市長改變了新竹市政績 是選擇市長的唯一標準 那過去我在台北縣的政績也希望作為這一次選新北市 在端午節的前夕 蘇貞昌和林志堅一起來到長河宮前和社區媽媽們一起包粽子秀廚藝 市長林志堅也以粽子內餡用料來比喻 這次民進黨新竹市議員參選人是黃金組合料好實在 為何為老將新秀拉台聲勢 包包長有幾個前提啦 第一一定要料好實在 這跟我們推出的12個候選人一樣 料好實在 第二這個關鍵 一定要分工合作 而且要分進合集 而且要老少搭配 包包長會衰蜜、叉蜜、酸蜜 然後最後大家一起合作 把它包起來 那就象徵著民主進步黨在新竹 對於這次的選戰也是一樣 我們團結一致 對 充滿信心 蘇貞昌輔選的第一站就來到新竹市 兩個人為雙方披上戰袍互相鼓勵 市長寧之間在老新長蘇貞昌輔選列車的加持 也勢必為新竹市長的選情白樂化 除了已經知道的國民黨取名財之外 有意加入選戰的陣營也會陸續要上台面 凱破新竹灣西聯採訪報導